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後面對兩難怎麼辦 面對兩難 所以這兩難的意思就是說 目前各個大學的助理他們遇到的困境就是說 學校一來就先是威脅很多 所以說 如果你 第一個是說如果你們要勞固行 我就要大佛的裁員 他們的確就大佛的裁員 第二個威脅是說 甚至你如果要勞固行 我根本就不聘你 我只聘學習行 他們也這麼做 也不是要兩個 一難啦 就是對方頑強抵抗 那我們要先持命頓 就是說到底這些事情他們真的可以這麼做嗎 他可以因為 他的確某程度上 如果那個工作 過去是不定期 是定期契約的他可以採用 但是其實那些工作很多都是不定期契約 那個 戲所工讀生 手辦秘書 老師的教學助理 其實這些應該是常定的 所以過去雖然是約定的孽禮 他如果是勞工 他就不可以被裁員 所以這些被裁員的人他可以生存 我們也試著做一件事情 二來是說 這一個到底是學習勞部型的問題 他本來就接近是一個假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後來很努力去想 到底哪一種狀況是我們可以接受的學習型助理 學習助理的全名應該叫做沒有勞動保障的學習型助理 教育部就沒話想 我說 那我們想了很久 我發現想不到 那我來知道為什麼 因為 助理這個概念本身就是在幫人家做事情 他的文藝解釋就是 幫助某一個人去做他的事情 叫做助理 所以 要有 在幫人家做事 但是又不可以有勞動保障 這在法律體制下怎麼樣可以被承認呢 我們幾乎難以想像 除非奴隸 但我們禁止奴隸 所以很困難 被這麼做 當然會有一些可能性 例如說 他在那個地方真的 雖然名約助理 但實際上根本就都是在學習 根本沒有在做事 那種類似特助什麼之類的 每些都沒有講 沒關係 這種什麼 一日董事長見其身 這種人可能叫做學習型助理 也會比較接近 但 無論如何都覺得 用助理這個詞就非常的不好 他可以叫做學習型學生 這樣情況沒有勞動保障我接受 因為他根本沒在做事 沒有辦法可以看一看 聽老師上課 這可以不用勞動保障 但是只要涉及幫人家做事 就要有勞動保障 這就是 他那個勞動法的本意就是這個樣子 他本來最要幫助的人就是 接近像助理這種從屬地位的人 那你要講所以為什麼不可以做 就是熬盾 但是問題就是現在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正在努力看怎麼來推動 集體性的建築 然後甚至 擴大一點講 他其實也是在這次讓我們 提醒或者體驗到的 就是說 因為其實在這次之後 我對於那些國立大學的那些校長 怎麼真的是徹底上知任何性能的看 就本來以為他們好像還是一群君子 有點偽君子 什麼都可以 但現在已經變成他們是一群 不講道理的人 就你如果你講道理還好 但你發現他們不講道理 他們用的方法就是 抹黑啦 或者用同一套說詞一直講 然後要把它講成真的 例如說 這叫破壞市政關係 一直講 我說沒有啊 我可能是市政關係 但我幫你做事的時候 你要保障勞動權利啊 欸這樣我們關係反而才會好一點嗎 沒有 就是破壞市政關係 就是無限學會 那 你會發現他其實不講道理 那 沒辦法 那 他為什麼不講道理 就是說他們很壞 他們當然很壞 但是他們為什麼會這麼壞呢 就是 涉及到說 他的 結構位置 改變 以前大學校長的確是 什麼社會清流君子的 那現在不是 現在是 要致富盈虧的 其實類似像CEO的交渉 以前是政府的一個親喻 你像小學當校長還是比較像這樣的交渉 但到大學當中 不是 你要管理一個很大小的公司 然後政府又不給你錢 然後你自己要去跟企業去哪裡弄錢 然後你要統一下面的這些教授去生產 然後你要降低他們的私費 那很難降低教授就降低助理 所以在這個體制下 他打死也不願意多負擔任何老錢 就是這樣 寧可用各種的謊言 各種的抵抗串聯 就是這樣 那議題如果要延伸 其實助理問題 他不是單獨的 他是一個 如果大家記得剛才一開始講的 說那個社會變遷下的一個結果 他其實一個很重要的變遷是說 政府他的高者交易運算在縮減 他不願意讓公共服務由政府來承擔責任 而要由私人用使用者付費的方式來承擔 所以學費會上升 然後政府補助下降 這是我們所謂的心自有主義的運作 在各種公共服務產業 包括教育、交通 你說國道收費員為什麼會被約聘僱 為什麼是用約聘僱的方式聘僱 也是因為這個結果 他為什麼不是用公務員提示 而是用約聘僱 而且還沒有勞動法 保障的約聘僱 也是那種奇怪的 也跟這個一樣 所以他是一個 國家撤出他的責任 同時另外一面是 國家撤出責任 那我們為什麼要買單 去當那個那麼悲情的勞工 是因為我們也別無粗魯 我們作為負擔高學費 或者說高學貸的人 我們再怎樣也會想說 已經就所期間 有認差 還是可以填補一下我的學費 好一點點 所以儘管一個月五千塊很辛苦 我想說恨在老師旁邊 好像比較快可以畢業 所以通常大家都還是會去做 但這樣外面的工作通常也的確 狀況不一定任何 打工的就很慘 所以 這是一個集體的處境 所以嚴格的處境 比較輕易的處理 應該叫做當代處境 那大學勞動的非典化 他展現的除了在助理這件事 還展現在其他的 例如說職員 教師的評估也非典化 所以你看到很多監任教師 專案教師來替代專任 然後監任的職員 專案的職員替代編制內的職員 所以這個是一個他的評估 另外一個面向 未來也會發燒 就是實習生的權利 這邊的實習生指的是 所謂的校外實習 就像各位可能很多是 媒體相關經驗 很多要到外面的媒體來實習 那就我們了解媒體實習 多半是 但媒體好像 媒體他其實也要實際從事工作 甚至要獨立工作 然後當然也會被嫌 但就是缺乏 在很多情況上缺乏到合保障 沒有基本工資 沒有勞健保 真的很常見 目前這一塊 沒有任何的 就是教育部的態度也是一樣 不是工作 他們是實習 是在缺习的 所以不用有任何保障 然後我們說沒有 明明就有在工作 要有保障 他們但死不願意接受 很要鬼的 國家裡面的建教合作生 所謂的建教合作生是指高中職階段的 高職生 然後就有到產業裡面進行第一線生產 叫做建教合作生 他們因為在過去的推動立法 有所謂的建教生保障法 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那個法裡面強制規定了 建教生要由基本工資 要由勞建保 然後公司也是有管治 其實跟勞建法就很接近 但是當這些高職生們 從高職畢業以後 念到了科技大學 繼續去產學合作 等等所謂的實習生 但其實是長時間在工廠工作 就跟建教合作一樣 他卻變成沒有任何法律保障 目前的體質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當然就要去推動說實習生 明明就是一種保障 在學合作選擇去外面實習 如果涉及到指揮監督的對價關係 當然就會搞錯 那這是下一個戰場 社會保險的戰場也是 就是說 目前政府因應這些東西 他們也有一個講法 就是說 一來是改惡 改成1.3% 第二種說法 要說 要說 如果你的投保的 你的工時如果是部分工時 那就不可以享受一樣的年資 就是說假如你是投保 二十個 你一個月 你的投保 集數 集聚不到基本工資 一萬九的 以下的人呢 我就要給你減全你的年資 所以你儘管投保買一年 但是因為你是part time 那我可能就只算你一半 投保一年我只算一半 那我們基本上有反對這件事 因為這個改法不只影響到青年 還會影響到那些中年就業 婦女就業的身心障礙就業 因為其實在社會上 至少多數人 就是說有機會 大家是不願意做兼職的 大家是寧可做專職 之所以做兼職就是因為他有別的原因 例如要照顧小孩 照顧家裡 也要唸出幹嘛的 身體狀況不好 所以社會保險制度 如果還要把這些狀況不好的人 說減少你的年資 那對他們來講 就是一個更大的負擔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違反 因為他平常就是薪水計很低 退休了然後他本來就沒什麼錢 然後他留意了你那個賞 對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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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